香港歌神張學友 時隔四年終於展開的個人演唱會 吸引了許多粉絲到場支持 經營他到大馬開場 沒想到才唱到第二場 就傳出他表演到一半跌倒的消息 所以也有不少網友播出影片 可以看見張學友一邊演唱 一邊走到延伸舞台 期間突然跌坐在地 引發現場觀眾的驚呼聲 不過他很快就站起身繼續演出 受那回復港媒表示自己只是陰 而水不平衡 才會不小心跌倒 目前並無大礙 事實上這是他從小就有的毛病 幾乎每年都會復發一次 而當年演出前的半小時 就已經感到有些許頭暈 但是不仍讓粉絲們等太久 於是決定繼續演出 張學友也表示他要考慮過自己的聲音 是否會因此受到影響 笑聲演唱會不是演跳會 所以自己會做著唱歌 還請粉絲們多體諒他 令眾人心疼不已 也很佩服他的兼業精神 反正要介紹他 嘗嘗嘗嘗什麼 那試試看 還是以後 体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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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